亲密关系 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更容易离婚吗 什么是爱情 爱情有什么构成 能持续多久 两性在发生一夜情 即选择终身伴侣上 有什么差异呢 爱情和信誉 是由不同的脑区控制的吗 亲密关系美满的秘诀 又是什么 有什么方法 能让婚姻持续一生 弥勒教授在亲密关系中 回答了这些问题 尤其澄清了 通俗心理学所宣扬的经验之谈 甚至某些错误观点 亲密关系是人类经验的核心 处理的好 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快乐 处理的不好 则会造成重大创伤 因此 科学的认识亲密关系 攸关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 本书既适合研究亲密关系的专业人士 能给他们带来启发与灵感 也适合每个想爱情甜蜜 婚姻长久 人生幸福的普通读者 第四章 社会认知 假设你身患重感冒 在家握病不起 你的爱人一整天都没打电话了解你的情况 你感到很失望 为什么他不打个电话表示关心呢 难道他不爱你了吗 还是说明他只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 缺乏同情心 令人沮丧的对头冤假呢 还是 这正是爱人的可爱体贴之处 怕打扰你的休息呢 有很多种可能的解释 你可以选择宽恕的理由 责备的理由 或者 折中的理由 重点是 选择权就掌握在你的手中 同一个事实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但不论你选择哪种解释 你的判断都可能非常重要 它的结果是 你的认知 既可能巩固 也可能损害你们之间的关系 在本章我们要考察这类判断 社会认知 一般指我们理解社会现象的知觉和判断过程 我们首先关注的焦点 是人们理解人际关系的思维方式 我们将会考察和探索以下的问题 人们对伴侣及其行为的判断 是怎样影响亲密关系后来的发展的 人们为影响和控制伴侣 对自己的看法会做出何种努力 两个相识的人或者亲密伴侣 彼此了解的程度能有多深 在本章我们自始至终都会强调 人们对同伴关系 知觉和解释的重要性 认知决定了人们的感受和行动 如果人们的判断一直能保持正确 则没有什么不良后果 然而解释某一事件 通常有各种合理的理由 即使我们信心十足地以为 掌握了事实的真相 人会犯错误 的确正如对第一印象的研究结果所示 也许人们从相遇的那一刻起 就开始发生认知错误了 第一印象 即以后 第一印象很重要 第一次与人短暂地谋面后 对别人所形成的判断 深刻而持久 初期的认知在数个月之后 还影响着人们的判断 在初次交往时 如果十分厌恶某个人 那么我们就会回避 与他做任何进一步的接触 如果这样 第一印象就是我们获得的唯一印象 显然也是对此人做出永久评价的依据 然而即使发现了新朋友的其他特点 第一印象仍会持续地影响着我们的评价 研究者在正式安排大学新生的见面会之后发现 学生们最初形成的印象 在九周后仍继续影响彼此的情感 可以想见 有些的印象是敏锐和正确的 而且会一直地持续 有时并不需要多少时间 就能明辨善恶好坏 如果判断正确 就无需改变最初的直觉 另一方面 即使第一印象是错的 也仍会相当顽固地继续存在 不管对还是错 这就是第一印象如此重要的原因 我们先来看看它是怎样起作用的 从预见的一瞬间起 人们就开始做出判断 这里的瞬间只有二十五分之一秒 这就是辨认陌生人的面部表情 是否愤怒所花的时间 只要三十九毫秒 在约十分之一秒的更加耐心的考虑后 人们就能判断出 陌生人的长相是否有吸引力 有多么可爱 是否值得信赖 这个判断的准确性 和仔细审视该陌生人的面孔 一分钟后 得出的完全一样 而只要观察该陌生人 和异性五秒钟的聊天 人们就能确定 他的外向程度 良知水平和智力高低 人们望下结论的速度 太快 太快了 人们对不同类型的人群 都持有刻板化的第一印象 并且会把碰到的陌生人 都归入各种类型 这种草率的判断就产生了 这一润断看似乳 但却符合实际 这样性别 性别一角色的刻板印象 就导致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的行为 有不同的期望 进而一眼之下就能分辨美丑 这样人们想当然地认为 俊美的人讨人喜欢 还有很多其他人群分类类型 年轻人 老年人 黑人 白人 穿耳洞的和不穿耳洞的 乡下人 城里人 等等 不一而足 这都会让人做出草率的误判 刻板印象的具体细节表现 或许因人而异 但其作用方式大抵相同 使人先入为主地看待他人 而且人们并不能主动控制刻板印象 却只会不自觉地受到他的影响 甚至有时还意识不到他的存在 所以 即使人们主观上小保持 不偏不倚 胸怀态荡 某些对他人陷入为主的感受 人会不倾自来 那么 只要和他人交往 我们就仍然会不断地 妄下结论 请花点时间快速地评价 具备以下特点的某个人 妒忌 固执 挑剔 冲动 勤劳 聪明 你愿意让这个人成为你的同事吗 大概不太愿意 那么 再花些时间 快速地估量具备以下特点的另一个人 聪明 勤劳 冲动 挑剔 固执 妒忌 印象好点了吧 是吗 后面的 后面这个人并不完美 但 看上去能干 且上进 问题的关键在于 这两种描述 只不过以不同的顺序 给出了相同的信息 这就足以造成两种不同的印象 对他人的判断受到首应效应的影响 从而使最先获得的信息 印象深刻 即使印象和刻板印象在一起 塑造出他人的整体印象 当我们首次与人会面的时候 我们很难客观公平地认识他们 相反 各种刻板印象和首应效应 影响着我们对观察到的行为的解释 首应效应能很好的说明 为什么低印象的作用如此强大 不论对错 快速形成的低印象 会影响人们 对后来获得的信息的解释 判断一旦做出 就会影响人们选择 和使用后来获得的信息 他经常以难以觉察的微妙方式 起着作用 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者 让大学生观看一段录像 然后确定小女孩汉娜 属于哪个社会阶层 录像有两个版本 有些人看到汉娜在校园里破旧的水泥地面上玩耍 然后回到了狭小暗黑的房间 从而认为他很贫穷 另一些人则看到 汉娜在宽阔的绿草地上嬉闹 然后回到了宽敞明亮的豪宅 从而认为他很富有 当要求猜测汉娜在学校的成绩表现时 还好 没有人认为富孩子比穷孩子更聪明 两组都认为他成绩一般 然而此后研究者又让他们看汉娜参加智能测试的录像 汉娜的表现时好时坏 她有时能答对一些很难的问题 有时却在简单的问题上犯错 他们看的都是相同的录像 但糟糕的是 他们根据汉娜所属社会阶层的印象 做出了迥然不同的解释 认为汉娜贫穷的人 指出她犯了错误 并判断她的智能差于平均水平 而认为她富有的背试者 却注意到她的成功之处 并评价她的智能 远好于平均水平 由于对汉娜所属社会阶层 持有不同的先入之见 从而对同一个作为 做出了迥然不同的解释 也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 请注意 这一过程是多么的微妙 参与测试的人并不是在 只知道汉娜所属社会阶层之后 就草率地得出有偏差的判断 这样的错误很容易觉察 但汉娜所属社会阶层的印象 显然逗留在她们的大脑中 歪曲了对她后来行为的解释 她们可能很自信地做出 这些错误的判断 并且认为非常公道 两组人都能挑出 汉娜测试时的一段表现 符合她们先入为主的那一部分 认为自己做出的判断 完全正当有理 却从未意识到 第一印象与她们不同的其他人 观看着同样的录像 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所以 第一印象影响着 人们对随后获得的信息 如何解释 也影响着人们对新信息的责取 如果要检查对别人形成的 第一印象是否真实 人们更有可能去寻找 可以证实自己信念的信息 而不是查找证明自己错误的资料 也就是说 人们常常会表现出 验证性偏差 他们常常寻找那些 能够证明自己正确的信息 而不是那些证明自己错误的证据 比如 假如你要对一个同学进行面试 以确定他是否是个善于社交的外向性的人 你可能要提一些问题 有些问题是中性的 比如 举止友善 心态开放的优点和缺陷是什么 还有些问题则是倾向引发内向的反应 比如 喧闹聚会的哪些方面会让你讨厌 另一些问题则可能带来外向的回答 比如 如果要增加聚会的活跃气氛 你会做些什么 你会怎样进行提问呢 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 你就会选择那些 能证实你预期的正确的问题 当研究者要求测试人员 查明某位陌生人是否外向 而要求另一些测试人员 查找此人是否内向时 上诉的一幕就发生了 两组面试人员采取了 两种截然不同的调查方法 提的问题 都是可能使他们 得到符合自己预期的行为实力 实际上 面试者的偏差非常严重 以致那些听面谈磁带的人 也根据面试者的先入之见 判断陌生人的内外向心 确实 验证性策略的问题在于 它引出了符合人们先入之见的 一面倒的信息 其结果是 人们往往很少证实那些 能证明第一印象错误的明确证据 因而 人们不仅会坚持那些错误的轻率判断 而且还常常以为自己对他人的看法 正确无误 的确 大多数人对他人的看法 都会表现出过度自信的倾向 犯了许多错误 而不自知 举一个例子 在你和亲人开始恋爱之后 你可能很自信地认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了解亲人的性爱历史 你可能会越来越确信 自己知道伴侣过去有过几个情人 是否身患性病 但很显然 你不太可能像你自己认为的那般了解情况 在奥斯丁的德克萨斯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 人们并不能像他们认为的那样 能准确地估计到新结识的朋友 生患爱滋病的风险 当新的亲密关系刚建立时 人们是非常自信的 随着关系的发展 只会变得更盲信 彼此越熟悉 人们会越加确信自己非常了解伴侣 但实际的准确性 并没有增加 总之 第一印象之所以影响人们 是因为最先了解到的信息能够 一 把人们的注意力导向某类新信息 二 影响对后来获得的新事实的解释 最终结果是 导致人们不能客观公平 不偏不倚地处理来自他人的信息 相反 这些已经存在的观念 不管是简单的刻板印象 亦或是草率的低印象 影响了人们对所遇到的新信息的选择和采用 人们常常轻松随意地 忽略掉证明自己错误的证据 却一点也意识不到 人们没有丝毫犹豫 仅仅根据那些支持自己看法的事实 就盲目地相信 自己对他人的判断 犯错的次数远比人们认识到的 要多 当然 随着时间的增加和经验的积累 对伴侣的了解会加深 亲密程度的标志之一 就是对伴侣私人情况的了解 随着伴侣彼此熟悉程度的增加 第一印象肯定会发生变化 然而在人际关系的各个阶段 已存的信念都会发生影响 这也是我们要强调的基本观点 甚至那些站不住脚的第一印象 改变起来也比理论上认为的 要困难得多 因为第一印象会影响后来的思维 随着亲密关系的发展 和对亲密伴侣了解的增多 情况会怎样呢 这一模式仍然会持续 第一印象的阴影挥之不去 人们或许依旧见其所乐见 听其所乐闻 常常对自己的错误判断 信心十足 的确 对猎人和朋友现存的信念 毫无疑问 比当初结识时的第一印象强大得多 对亲密伴侣的了解 使人们掌握了大量的信息 但人们或许会发现 很难看清楚自己的伴侣 所谓当局者民 比如 是你还是你的父母 对你的恋爱前景预测 更准确 如果让大学生本人 室友和父母来预测 该学生恋爱关系的将来发展 很显然 父母和室友做出的预测 都要比大学生本人 预测得更准确 你或许认为 人们能对自己的亲密关系 做出最好的判断 但当事人只关注自己 亲密关系的优点 而忽略了缺点 因而 他们就会自信乐观地预测 自己的亲密关系 会比实际上 持续更久 父母和室友 则相对冷静而公正 虽然对预测 不是很有信心 但对亲密关系 未来的预测 却更为准确 实际上 对异性恋爱关系 预测最准确的 往往是 女当事人的朋友 如果她的朋友赞成这段恋情 就很有可能持续 但如果他们认为 这段恋情注定要失败 就可能真的搞垂 因而 那些干扰人们 对心结识者的 知觉的因素 如过度自信 验证性偏差 和先路之鉴 在已经建立的人际关系中 也会产生影响 当然 人们对自己的人际关系 并非完全懵懂无知 如果人们以一种 谨小甚微的心态 来认真评价 自己的亲密关系 当然 比在浪漫的心情下 预测爱情的未来发展 要更加准确 但如果人们 投身到亲密关系之中 并希望永远持续 就很难保持冷静的头脑 如果人们要努力 保持亲密关系的完好 就特别容易受到 验证性偏见的影响 从而找到一些证据 以保持对伴侣 乐观的错误 直觉 所以人们对自己 人际关系的知觉 并不像他们认为的 那样能做到 置身事外 直接了当 并且 不管这种认知 是对 是错 对后来亲密关系的 情感和行为 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点我们接下来 会详细探讨 专题讨论 社会认知 仓促 引起的错误 人际关系社会 认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当我们和他人交往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是匆匆忙忙完成的 人们如果能以一种 谨小甚微的态度 来稍作停顿 思考和分析 所掌握的资料 就能做出最好 最准确的判断 如果仓促地 做出草率的判断 并且因为忙碌或分心 没有重复检查 所做的推论 我们就可能会犯更多的错误 不幸的是 社会交往 就是这样一种活动 使人们无法仔细判断 和纠正对他人的错误印象 人际交往中 当我们思考 下一句说什么的时候 就无法琢磨 我们知觉的准确性 错误的判断 也就不知不觉地产生了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观察者可以仔细地分析 发生的事件 而当局者在仓促间 就会犯下很多错误 所以 室友和朋友之所以 能更敏锐地评价你的恋情 是因为他们目睹了 你和伴侣间的交往 大多数情况下 能比你更仔细地 思索你们的交往 知觉的力量 人们对自己的亲密关系 和伴侣的判断 似乎自然而然地发生 好像这是我们看待自己 所面临情形的 唯一合理的方法 人们很少意识到 自己持有的观点 往往都是通过选择 而采纳的 做出的这种选择 进而会提高 或降低 亲密关系的满意度 伴侣的理想化 在理想的爱情关系中 你在寻觅什么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 所看到的 大多数人希望自己的伴侣 热情而诚信 忠诚而多情 俊美而活泼 富有而强大 人们对爱人的满意度 取决于 他接近这些理想的程度 但人们得到的 与理想中的 却总有些差距 那么人们究竟要怎样 才能与爱恋自己的人 快乐相处呢 一种方法 是对自己的伴侣构建 善意和大度的认知 突出他们的美德 而缩小他们的缺陷 人们经常以积极错觉 来判断自己的爱人 尽可能地用积极眼光 来描述伴侣 这种错觉 混合了对伴侣 现实的认识 和理想化了的知觉 他们并不会忽视伴侣 真实的缺点 只是认为 这些缺憾 并不如其他人认为的 那么重要 例如 满意的夫妻都认为 伴侣的缺点是局部的 有限的狭子 远不如他们的优点 和长处重要 和有影响力 他们还认为 伴侣的积极品质 非常特殊 比他们的缺点 更为罕见 独特 而缺点则是人们 普通存有的陋习 所以 忠诚的爱人 往往了解 所有的实情 但做出的觉世 却与众不同 他们将伴侣理想化 比其他人 更积极地 评价伴侣 甚至比伴侣 对自己的评价 还更为积极 对爱人持有 这么高的看法 是否会带来危险呢 如果伴侣不符合 这样积极地评价 是否必然 让人沮丧 答案取决于 积极错觉 与现实的不符合程度 有多大 如果人们 硬要自欺欺人 在伴侣身上 需构出 令人期待的品质 结果注定 是要幻想破面的 新婚燕儿的夫妻 如果发现伴侣 并不如当初想象的 那么美好 其不满情绪 会日益增加 另外来看 如果人们了解 伴侣各方面的情况 但却能以一种善意 大度的方式 来进行诠释 这样的错觉 就对亲密关系 十分有益 将自己的伴侣 理想化 人们就会 先入为主的 以一种 积极方式 来评价 伴侣的行为 更愿意 致力于 维护好 自己的亲密关系 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能被 自己认为 如此称心如意的 伴侣所爱 毫无疑问 会增强 我们的自尊 我们能慢慢地 让伴侣相信 他们实际上 正是自己 所信任的 最优秀的人 因为我们的 高度评价 也会提高 他们的自尊 总之 随着时间的推移 理想化的爱人形象 总是和更多的 满意 爱情 信任 和持续的亲密关系 联系在一起 此外 保护自己 免遭幻想 破灭的 聪明方法是 随着对伴侣 了解程度的增加 不断调整 自己对 理想伴侣的期望 这样 对伴侣的 期望标准 就能 切合伴侣的 现状 在某种程度上 人们能随心所欲地 决定伴侣 以拥有的品质 正是自己 所期待的 因而选择 乐观地 看待事物 认为伴侣 已经做到最好 不断调整 对伴侣的 希望和标准 以符合客观实际 我们就更加可能 与当前的伴侣 愉快相处 的确伴侣心里 一般都清楚 我们在美化他们 但往往希望 我们这样做 而作为回报 我们也从伴侣那里 得到积极 善意的认知评价 这 就是双赢 人们的喜怒哀乐 还受到解释伴侣行为时 所选择理由的影响 归因 attribution 就是指人们 对事情发展的原因 提出的解释 特别是指人 为什么要做 或者不做某件事情 归因能确定事件的原因 强调某些因素的影响 并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 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很重要 因为大多数日常生活中 发生的事件 通常有很多可能的解释 这些解释的意义相差甚远 我们可以强调 个体内部的影响因素 如人格 能力 或者努力 或者强调外部的影响因素 如个体所面临的情境或环境 比如 或许你已经注意到 考试成绩好的学生 通常把成功归结于内因 如充足的准备和自己的能力 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 则把失败归罪于万因 如事体太难或平分不公 事件的原因可能稳定而持久 如人的能力 也可能易变而短暂 如心情会起伏不定 原因还可进一步分为普遍的 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 或者特殊的 只影响少数方面 因为存在以上种种区分 对某一事件的各种不同解释 或许看上去都有道理 在亲密关系中 相互依赖的伴侣 可能对很多生活事件 都担有共同的责任 对因果的判断 就格外的复杂 尽管如此 人际关系的归因研究发现 三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首先 尽管伴侣之间有着深入的了解 仍然会受到强烈的行动者 观察者效应的影响 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 与对观察到的伴侣的 类似行为的解释 完全两样 人们常常能深切地感受到 影响自己行为的外部压力 因而对自己行为的解释 容易做出外部归因 但他们注意不到同样的环境 也会影响他人 从而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 常常归因于他们的内部原因 如意图或性格 这一现象对亲密关系的启发意义在于 它使伴侣们忽略了 他们在彼此身上观察到的行为 正是自己所引发的 在吵架的时候 如果一方想 他这样做真令我生气 另一方可能这样想 他脾气这么暴躁 真该学学如何控制自己了 这种偏差相当普遍 几乎人际交往的任何一方 对彼此具体的行为表现 都有相当程度的共识 但在解释行为的原因时 却可能各执一致 更糟糕的是 伴侣双方可能意识不到 彼此归因上的这种差异 每个人都可能认为 另一方会像自己一样 看问题 如果伴侣有意识地 去努力了解对方的观点 行动者观察者效应就会减少 但很少会完全消失 最保险的策略 是在心中这样假定 即便你最亲密的伴侣 也很少能真正理解 你所有行为的原因 其次 尽管伴侣彼此之间有真爱 也可能表现出自力偏差 self-serving buyers 欣然地把成功归功于自己 而极力推脱自己在失败中的罪责 事情顺心时 人们很容易认识到自己所起的作用 而情况变糟时 则喜欢寻找外部理由 因而 虽然伴侣们不会告诉对方这一点 但是当双方如交似妻的时候 则常常认为自己鞠躬至尾 当双方反目成仇的时候 则认为自己仍无可厚非 这一现象有意思的地方是 人们都能估计到他人的自力偏差 而看不到自己也会有偏差 大多数人都能轻易地认识到别人对功劳过分地自居 对失败苍白地托词 但却认为自己类似的 自力偏差式的认知 明智而准确 这部分是因为 即使在自己的善良意图没有实现的情况下 人们仍能清醒地意识到他 并给予充分的肯定 而判断别人 则仅仅依据他们的行为 完全无视他们行动的意图 这一现象发人深思 且来看看它是怎样发生的 设想郭静上床睡觉时想到 我敢打赌 明天黄蓉躺在床上 看到早餐时 肯定很高兴 他打算为黄蓉做点什么 并为自己是个体贴周到的伴侣 而沾沾自喜 但当他睡过了头 不得不飞奔去上班 根本没有任何善意之举 却仍可能觉得感觉良好 毕竟自己有颗为对方着想了心 相信之下 黄蓉只能从郭静的行为来评价他 他又不会读心术 怎能懂得郭静心中所想 这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郭静的好心好意 信息来源的不对称 使郭静认为 自己是为比黄蓉 比任何人所能得到的 要更体贴的伴侣 还记得那些你想对亲人说出 却未曾表达的感激吗 你或许为自己曾找机会向他们表达 而认为自己是个感恩的人 但失望的亲人 却未曾感到你的一丝谢意 认为你的所作所为 简直就是个白眼了 在社会生活中 这种微妙的心理过程 使得人们对事件习惯性地 做出自立式的解释 事实上 如果伴侣认为他们非常亲密 存在于彼此的自立偏差 就比与其他人相处的要少得多 尽管如此 在幸福满意的亲密关系中 仍存在自立偏差 特别是发生争吵的时候 夫妻都倾向于认为 争吵是对方的过错 如果发生了婚外情 人们往往认为 自己的风流运势 不过是无伤大雅的捧场作戏 但却认为 对方同样的出轨行为 伤风败俗 令人痛彻心扉 所以伴侣们 各自不同的视角 使得自己能更好的开脱错误 而不会同样的 原谅朋友或爱人 所犯的错误 他们还倾向于认为 争执和冲突 是对方首先挑起的 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很好相处 但对方有时难以忍受 这种知觉无疑影响深远 的确第三个重要的现象就是 伴侣双方 总的归因模式 能决定亲密关系 的满意程度 幸福的爱人 对伴侣行为的归因 都是能改善关系的 认为伴侣的积极行为 都是刻意的 习惯的 还能据此推断 伴侣在其他情境下的行为 也就是说 幸福的配偶 对彼此的积极行为 都通常给以内部的 稳定的 普遍的归因 他们也倾向于彼此淡化过失 认为他们是偶然的 特殊的和局部的 因而 消极的行为 都通过外部的 亦变的 特定的归因 而得到谅解 通过这种归因方式 快乐满意的伴侣 放大了伴侣的亲善之处 而缩小了伴侣的冷酷方面 并且只要伴侣的不端举止 的确仅仅是偶尔之师 那么这些善意的解释 就能使双方愉快相处 但痛苦不满的伴侣 则反其道而行之 夸大了坏处 夸大了坏处 而缩小了好处 不幸的伴侣做出了维持苦恼的归因 认为伴侣的负面行动都是故意的 习惯性的 而正面行为都是无心的 偶然的 所以幸福美满的伴侣 常以君子之心来衡量彼此 从而能快乐相处 而痛苦不满的伴侣 则以小人之心来揣度对方 那么不管对方表现得怎样好 都不能令人满意 即使苦梦的夫妻彼此是好 但双方都会认为 对方的体贴只不过是 消极常态中的 短暂的 不具代表性的 片刻安宁 当善意被看作是偶然的 伤害被看作蓄意的 亲密关系就很难得到满足 这种自我打击式的归因模式 发生的原因何在 依恋类型有其影响作用 安全依恋性的人倾向于 宽容地采用改善关系的归因 而不安全的人则更为悲观 具体来看 依恋的两个基础维度 似乎有不同的作用 高忧虑被弃的人 更易于责备伴侣的不当行为 而回避轻易的人 对于伴侣的体贴行为 根本不放在心上 高神经质的人 也比其他人更可能做出 维持苦恼的归因 不过各种不同的沮丧事件 都会使人逐渐消极悲观地 来看待问题 有一点是清楚的 不良的归因方式 会引起更多的纠纷 和降低解决问题的效率 从而导致了那些 本可避免的失落和不满 人们能随意选择各种不同的观点 来解释伴侣的行为 既能让亲密关系变得惹人喜欢 宽容大度 也会使亲密关系变得痛苦悲观 每况愈下 幸福的亲密关系 最终取决于这两种归因的选择 改善关系的归因 让伴侣肯定体贴 慷慨的行为 宽恕令人不悦的行为 认为它是一时的过错 维持苦恼的归因 刚好相反 责备伴侣的不合心意的行为 却并不肯定伴侣的良好举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